太康的医养融合模式 是我们在养老行业的一个开创 也是我们太康养老战略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们养老社区就有自己的康复医院 就医是非常非常的便捷的 我们会通过生命体征的监测 家庭的医生随访 还有一些专病的管理 来保障长辈的慢病的稳定 我在2021年7月做的肠癌手术 我的体重比手术之前 整整减少了36斤 那时候我身体弱到什么程度 走路都走不动 但是你们今天看到我 红光满面 而且底气十足 所以我特别要感谢燕源 从领导到普通的管家 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燕源对我有再造之恩 我非常感谢 我一辈子感谢他们 所以这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儿的医生和护士 都是非常负责人 而且非常有水平的 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特惦惦您 是吧 我本身是做急诊急救 有十几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在我们社区的老年人的 每一个家里面都会有个红神 给老人的一个观念就是 有了不舒服拉神 我们会迅速地进行急诊救治 会迅速地到达老人的家里 当场的救治和快速地转诊 陈汉元叔叔 原来是中央台的副台长 他也是首批入住宴员的居民 他生命的最后的将近半年的时间 他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 只要去病房 我很习惯的 我都会进到他的房间 先去看他 他看到我也很高兴 就像看到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都得一些释放 也很得安慰 所以等他真的离开我们以后 我再查房 走到那个房间 我会难过 这就是一个心情 就是一种父亲和女儿的一种感情 还看您的字典呢 最近身体还好吗 还可以 还好 他的第一个表现就腿肿 八十块 到十二月啊 我就一百一百就睡了 坐老 坐你坐 有你们在 我就放心了 就我一条命活到了一百零一岁 聂峰奶奶已经到一百岁了 我平时访试我都会去看看 前几天女儿找我去看病 然后拿着一个包悄悄地给我隧到我的枕桌底下了 说是我妈妈给你亲自编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花篮 我看到了 我真的很感动 老人能够得到获益 而且老人能够感觉到放心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我是值得的 一般接到一个长辈要入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细致 很系统化的一个评估 疾病风险这块也是我们作为管家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项的 对他们每个人真是牵挂在心的 总是怕哪一个细节没有做到 出了点问题 所以牵挂牵绊 每天都会在心里头的 这个长辈在入住之前 他就患有很多年的12指肠溃疡 但是有一天 我在上班期间 第一我就没有看见他 长期在逗留的地方没有发现他 我一点开我的手机的触点 我一看他这个访式记录单当中 他并没有早餐去用餐 那我更害怕了 那这个时候直接到他房间去 当我打开卧室门的时候 在喊他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没有力气再回答你 更别说咱们这个拉绳报警了 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当时ICU的医生告诉我们 就是如果这个长辈晚送了一会儿 可以说就是不好说了 也是在我们第一时间 就挽回了这个长辈的生命 微信录我最近我要出过一段时间 不能过去了 我麻烦就拜托你了 谢谢你们 最基本的生活工作的话 是长辈从晨起 接长辈起床 穿衣 刷牙 洗脸 睡前会给老人进行抛脚 进行晚间护理 我们会有值班的护理师 全程都是24小时 有人值班 虽然是照护者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更像亲人 我的妈妈是非常孝顺的 从小就接触到妈妈言传身教这种 百善孝为先 就是做什么 首先你要有一颗孝心 有一个善心 对待长辈 其实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 是一样的 在我们楼层 有一位是自理的长辈 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 种了一个小天瓜 推着小驻行车 从楼下上了以后 拿着小天瓜就送你面前 那种感觉是非常感动的 也就是能感觉到 长辈对我的认可 爹爹 真是舒服呀 一会儿咱们再大安装 记忆照顾区 生活的长辈呢 都是 认知症的长辈 通过的日常照护 日常努力 我让他们减少了 异常情绪的发生 跟他们一起做活动 一起带他们玩 然后他以前天天是沉默的 或者是发飙的 但是在我们相处之下 他每天是笑的 这真的是让我坚持五年的 一个唯一的动力 认知症长辈 他们的记忆力很差 他们很多家人朋友的名字 都记不住 而且我们那阿姨 她是一个日落综合征 她一到傍晚的时候 就情绪很暴躁 但是这个时候 她就很喜欢聊天 我就坐在身边陪她聊天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 我掉到了一层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然后我再去二层的时候 她就突然就说 庆岗 你去哪儿了呀 我说 当时真的 那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们从来不知道 她已经记住我的名字了 当时真的特别感动 大家下午好 我叫梁冰 这里写的是我的名字 看一下 我们是老朋友了 护理文娱这个工作的话 就是为长辈的身心健康 去通过一些非药物的疗法 去给到她一种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一些干预 我带长辈们去唱歌的时候 我能看到她们那种表情 感到非常的快乐 除了音乐之外 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绘画 就是艺术疗愈 然后还有园艺疗愈这些活动 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送走了很多长辈 所以就是 我的手机里面 其实现在 有一万两千多张照片 其中至少有八九千张照片 是长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 我们可以在长辈离世之前 然后陪伴他们度过 这么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能给他带来快乐 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平凡而伟大 疫情三年在这里照顾这些长辈 但是我自己的奶奶没能回去 后来也离世了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爷爷奶奶就在这里了 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从2020年初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是一直在和疫情共生共存 派康创新了自己的叫 1加3的新冠疾病居家管理模式 感染率也比社会面低很多 2022年的年底到2023年的年初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社区的这个护士上门随访的频次 就达到了2600人次 急诊的这个拉绳的救治 由原来一天10次 激增到平均一天要40人次 我们把整个的体检中心 全部都临时改成了这个急诊的输液区 我们那个期间是连续了100多天 门诊一天都没有休息 原来平常一天90多人次 激增到了一天300多人次 当今天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也会聊起当时的情况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骄傲和自豪 我们作为医护工作人员 作为社区长辈的家人 我们会告诉长辈 我们在 您放心 有我们 有我们管家在 有我们的医生在 有我们医家阿姨在 请您放心 只要有我们在 你们都可以放心 长辈在这里一定能住得很开心 有我们在 请放心 叔叔阿姨 您放心 有我呢 我们来守护您的健康 您就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